歡迎收看 東京投降 我是寬果 我是偉恩 好今天又是我們上班主休假日常的第六集啦 所以我們現在人在澀谷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的理由呢 是我們要做一個業配做一個廠攤 那下午要做什麼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做決定 我們先去吃早餐吧 GO 我們早餐要去吃這家叫做 人間關係 Café des Copains 還蠻高分的耶 3.60 看進去之後呢 能不能修補跟偉恩的友誼關係呢 我為什麼要修補 因為人間關係嗎 對對對 然後最近啊 現在是10月初了 然後這個葬送的福利連 它漫畫很好看 然後現在推出了新的動畫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強烈懷疑啊 這個東西的配色是悟空的背心吧 沒錯 那是直的是那個 或是龜的 對啊 對啊 我們的餐廳呢 就是在我們以前澀谷很常來的一個小巷 這後面就是這個particle 這點叫做人間關係的地方 好 我們的餐點來了 我們兩個是點一樣 對 都是那個 就是蛋 鮪魚蛋撒拉 對 鮪魚蛋撒拉 但是它蛋比鮪魚感覺多很多 對 它這個蛋已經有點像玉子燒的 對 但是比我想像中的大廢 它的價格是說640塊日幣 好 含飲料 它的蛋啊 超級滑 就是軟軟的感覺 我覺得好棒 雖然我目前還吃不到 就是那個刺碼就是威魚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蛋 絕對可以一個高分的 好吃 就是 蠻好吃的鮪魚蛋撒拉 它鮪魚其實就是 在旁邊有一層 調味什麼的還不錯 那我們離開吃早餐的地方 現在來到了一個叫做 倒旋版通的地方 那這一棟呢 就是有很多餐廳啊 然後還有就是 狂急哥德賣情熱價格 叫Domice的一個店 然後它的12樓以上應該是飯店 所以是個不錯的新的設施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好 我們剛剛廠刊完了 那現在要去哪裡咧 我們要去 我也很久沒去的橫濱 這邊去讀讀看 你有沒有看到 鋼彈Factory啊 對啊 因為我一直還沒有 真的親眼看過那個鋼彈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橫濱啦 這邊是哪裡 這邊是山下公園附近的 鋼彈工廠嘛 鋼彈Factory啊 橫濱這邊是那個 東京人的 有點像淡水嘛 就海邊嘛 可以這麼說 大家會來這邊 看看海啊 逛逛街啊 然後親子同樂 我剛看那個車站出來好多親子 因為這邊很大的公園 然後美食也很多 然後也有鋼彈 然後很多Shopping Mall 然後尋找小朋友的 就是來玩的 然後像我記得前面有個 安胖嘛 就是那個什麼 麵包超人 麵包超人的一個 還有那個嘛 日清博物館 對對對 小朋友可以去做泡麵嘛 對 感覺如何呢 還蠻興奮的 就是 不過我覺得 好像在影片中看到更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現在距離它比較遠 對 所以我們現在靠近過去看看 好 我覺得靠近看還蠻高的 但是這個園區 好像比我想像的要小一點 我原本以為 還有一些別的什麼設施 稍微單調了一點 這裡面就只有這個 然後還有餐廳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還有賣紀念品的 好 我們剛剛買的門票 一個大人是1650 對 然後如果還要再上去 要另外買票 但是 上去的門票 似乎是要網路上預約 比較買得到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 上去參觀的行程 對 但我們等一下是可以看到 它就是 它就是啟動的狀態 對 對 會有那個舞動的表演 對 對 我剛剛這樣看了一分鐘 我覺得 它動的也太慢了 對 因為我們想像中的鋼彈 應該是 噓噓噓噓 對 以2023年的科技 可能 你要它動起來 更快的話 還要有一點距離 對對 你臨場看 會覺得 好像沒有到非常震撼 我買了這個一杯800元 有點小貴 但是有鋼彈拉花的冰拿鐵 看看跟一般的拿鐵有什麼差別好了 我先幫你解答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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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秀 接下來還有兩分鐘就要再開始 然後它一整天的話 每一個時段都會有不同的 就是鋼彈會動的表演時間 我們中午來吃這個 Cody's Hamburger Cody's漢堡 然後也是百瓶店 跟著鮑勃準沒錯 就一定是吃香喝辣的 這是我點的Cajun Chicken Burger 這是我點的Cajun Chicken Burger 我點的是蘑菇堡 然後這個上面再擺一下 超級容易好吃 它的肌肉還蠻嫩的 然後 有一個那種類似香料 鹹鹹的味道 還蠻好吃的 好 吃飽了 你覺得這家漢堡怎麼樣 我覺得它很好吃 然後算是蠻划算 因為在東京吃 隨隨便便可能就要兩三千 一個人 但我覺得這邊 像維延剛剛吃起來一個人 一千六還加了飲料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來橫冰 然後想吃個美食餐廳的話 就可以來吃吃誰啊 Cody's Hamburger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山下公園 然後 這一次 現在大概算 九月底十月初 對 然後我覺得天氣真的有稍微好一點 舒服一點 可是現在是1729度 其實聽起來是蠻高的 可是跟上次比已經好很多了 就是已經 現在已經可以在路上走路的人分級了 對 然後晚上其實算OK啦 晚上微微一點涼這樣 對 但是我還是想加個外套 那個Winter Fashion要出來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喜歡的一個地方 看美景的地方叫Osanbachi 但可惜呢 今天被一個超大的郵輪擋住了 但是呢 能夠看到這麼大的郵輪 算是 一個不錯的經驗啦 超大的 哦 還沒在補貨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比例池 人這麼小 對 船超巨 我要看一下它的Celebrity X Cruises 我們現在去那個 船頭 對 展望區看一下 對 超誇張的 反正這一頭被船擋住 但是另外那邊 應該還是可以看到海洋的部分 請問一下那一座是彩虹橋嗎 這一座 NO 如果從A走到B感覺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隔天掌六點了 感覺好遠 對 離開Osanbachi 我們現在來到了紅磚倉庫 走走吧 好 要不要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紅磚倉庫這邊大概是什麼樣的地方 紅磚倉庫 有一個小故事 鬼故事 不是不是 那邊有一間 很有名的蛋寶飯的店 啊 然後 當初委恩 加入凱蘇東京車路之前 他那時候還在猶豫要不要加入 然後後來他 就是傳了一個影片給我 對 那裡面很有名的蛋寶飯 然後後來我就 發在凱蘇東京車路裡面 結果居然 那部片 算是當時大 在東京車路上面大紅 有八百個站 我記得 八百個站 當初 對 那時候八百站跟神一樣 對 然後委恩就覺得 嗯 有搞頭 然後就加入了 好 那我們就加入銀法族的觀光團 來吧 Let's go 耶 好 這個紅磚 就是紅磚倉庫 它這邊啊 是不是有一點像那個 華山松山 對 就是 把舊建築改建一下 然後裡面其實有蠻多餐廳 然後文創的 然後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右邊這一坨大概是什麼 這是Octoberfest 就是在日本還蠻常會辦 那個德國的啤酒節的 哦 而且紅磚倉庫這一塊空地 很常辦活動嘛 對啊 基本上每一季都有 從夏天啊到冬天都有 所以大家來紅磚倉庫逛逛的時候 記得可以來看看這邊有什麼活動 大家現在在目睹的就是 東橋的起源 對 就是Avengers的前傳 對 TOKYO GOGO LOOK Origin 好 雖然這不是旅遊介紹影片 但是呢 還是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逛完那個 Agarenka之後 這邊有一個開放的這種空間 然後它叫Marine Walk 然後這邊也是有一些餐廳 然後好像還有一些那種小東西可以逛吧 服裝品牌什麼的 我們這一集的後段是不是有一點點不小心在介紹旅遊 反正我們也是啦 對啊 很久沒來也很冰了嘛 就是那個習慣改不了 就是來這邊就會想說 這裡是什麼 這邊有什麼東西 啊有什麼吃的喝的 那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如何跳脫Vlog去夾娃娃 通常是我會設定說 在路上 然後我會跟你聊天嘛 對 然後會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 對 然後會問你最近 比如說天氣很熱 對 然後什麼你朋友去馬之利 對 但因為今天這一集我有點放空 對 我就沒有特別問你什麼 然後就默默變旅遊介紹 這樣 好我們剛剛臨時決定進來 對 一家咖啡 咖啡Grace 對 然後它雖然名字是Cafe 可是它就是有點像餐酒館 對 對有賣吃的 然後我們進來是吃冰 對都一定要10月來吃冰 但是其實我現在是滿身 算有流汗 對 滿身流汗 炫技還超過頭對不對 有沒有剛剛沒有轉場 我自己全自行一下 為什麼我們一轉眼已經來到新宿了 因為新宿是我們 最厲害的地方 上次是在新宿醫院 Crane Machine Crane Machine 今天又要Crane Machine 大家記得我們以後的Vlog 很有可能最後都會倒向 對都會有Crane Machine 最新目標 好 新野愛登場 自從這一趟來 因為要來比較久 對 然後要記帳之後 剛夾的壓力變壓力山大 好事啊好事啊 對 因為我就知道我現在夾了多少錢 然後就覺得 好像不能再夾了 好 OK 恭喜你三次總計230X3夾到妹妹 恭喜你560兩次又夾到一個 那請問我剛剛在那邊花了快5000塊的意義是什麼 I don't know about that sir I don't know about man 我們吃完晚餐了 我們吃完晚餐了 然後現在在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對 因為新宿太吵 所以不想找個安靜的地方拍結尾 我們在新宿的地下街 對 好然後想要講一下的是 今天晚上性情非常不好 幸好今天我也不是住我家對不對 我就危險了 今天夾了6000左右 然後 槓龜 我覺得 檢討一下策略就是說 不要再玩了 那個 有三千七太集中在同一個機台 對 有點實行風 然後 我們今天想夾的就是最新的東西 那我們覺得就是最新的東西大家最強 所以他就 他應該會把就是那個娃娃設定的 就是越來越難夾 對 沒有什麼根據 讓我們體感知覺 對 可是也不一定要 因為你看你 夾兩次就夾到了 我覺得那完全是運氣 是運氣 但是 也是實力 因為那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 好 三分那個 靠打拚 七分靠甜拚是嗎 對 三分靠 注定 七分靠資金 然後資金要夠 OK 對 然後 今天難得我是那個 回自己家 對 因為平常拍片我們都是住他的家 對 今天我們要分道揚鑣 真的 就如同我們今天夾娃娃的結果 也是分道揚鑣 你也是夾五次兩個 對 我夾了不知道幾次 六十幾次 沒夾到半個 的確耶 這樣算起來應該是六十幾次 對啊 這都快捏 快捏 好 那我們就要各自回家了 等一下再討論一下明天 要不要拍 好 OK 掰掰